這是一個圓錐 那它的一個這個展開圖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是說這邊你可以把它這樣子打開 當然你可以在不同角度打開 例如說這是在原本這個固定這個斜邊 然後把它攤開 那攤開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會變成是一個扇形 那你可以攤開之後 幫你把它傾倒 傾倒之後再把它再折回來 然後再把它再拉回來 好那所以這個控制裡面呢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攤開的時候 其實它是怎麼攤開的 攤開的過程你可以看到 其實它這個圓弧其實會位在一個 這個輔助的這個圓錐裡面 就是我其實在傾倒的過程 它其實是這裡有一個加強的圓錐 只是這個圓錐的半徑跟這個圓錐的高 跟原本的是不一樣會變 它這個圓錐越來越高度越來越小 那最後半徑呢 其實會跟那個半徑最後會變成這個 就從原本的半徑是怎樣 從原本半徑是下面的圓 然後半徑會變成是這個 那所以其實做這件事情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去知道這個半徑怎麼變 所以我在這裡參數裡面呢 就會有H'跟那個R 好那我們這裡的話呢 這裡有兩個角 就是AVA跟AVA' 我們從另外一個圖來看 所以這是一個示意圖 就是我剛剛在把它展開的時候 其實就是底面往上跑 底面往上跑的這個角度叫α 那它最大會到多少呢 會到這整個 這整個的角度叫做 attentionH 對就是 這H是柱高 這裡是那個半徑為E 所以最後最大的角度是attentionH 好 那我們接下來 alpha'就是attentionH 減掉alpha 好這樣子可以喔 那個alpha是什麼 我現在把這柱面 我現在要攤開的時候呢 其實你看那個圓 那個圓 跟下面的圓 有個夾角 那個夾角就是alpha 那最後這個 他們的夾角 剛好就會等於是 attentionH 對 那所以最大的張角 就是attentionH 好那alpha' 我就把它定例成 這個緊到這個 好 好那其實我們 在把這個黃色的面 再往上的時候 其實這一個上面的這個圓椎 它的高跟底邊 一直在改變 好那不變的是什麼呢 不變的其實是剛剛這個側邊 側邊是l l就是根號的E加HP 好 所以我們這樣子 在展開之後 這個不變 好 所以我們就知道 其實這個 後來這個側圓椎的半徑就是什麼 就是l乘上cos alpha' 嗯 好 對 那這個高就是l乘上sin alpha' 嗯 好 所以我們現在有了底邊有了高 好 那其實這個圓形的位置是怎樣 對 圓形的位置也是等於是說 你隨著這個軸去改變 好 所以我今天轉動了這個 原本 這是我原本的x 好 這是原本的 嗯 y 這原本的z 好 那我今天這轉動的alpha角之後 我的圓形 其實會變成 呃 那我的x應該在這邊 x在這邊 齁 我的x軸在這邊齁 那所以我它轉 所以這個角度好像是那個 這樣轉好像是-alpha 所以它的位置會變成 cos-alpha 然後 是0 然後就是 sin-alpha 好 就是說 我今天轉動的時候呢 它的坐標 因為我這是x軸正向在這裡 對 所以它的坐標會變成是 嗯 cos-alpha 0 好 那 有了剛剛的概念呢 我們再從這邊再來回顧一下 就一開始 圓柱的方程是這個 那這是平常正常的圓椎面方程 這兩個最大的差別在哪邊 呃 它多層 前面多層的1-v 對 所以多層1-v的效果其實是怎樣 就是 其實這是一個圓柱嘛 圓柱就是它其實一個圓半徑都是固定的 嗯 所以層上1-v就會讓上面那個圓 越來越小越來越小越來越小 嗯 所以v等1的時候就變成一個點 嗯 所以這是一個圓椎面 好 那如果我們今天我們想要去控 我們想要讓圓形再-1-0 當然 這個方程式就長成這樣子 嗯 對 就我在張開的時候 其實 這個圓虎 綠色的這個 綠色邊的圓虎 其實它就是有一個圓形角 圓形角就越來越大 嗯 對 那我就把這個 這個圓形角的一半叫做細塔 好 那細塔要怎麼決定呢 就是說 L是剛剛的側邊 所以我們剛剛最重要就是R跟H' 對 對 R就是L乘上這個cosR' 對 那高就是那個H'乘上L 這三個 雖然沒代表不同R跟H上面的XYZ 就乘上R跟H 只是這邊跟之前不同的是R跟H 現在已經會隨著這個角度會變了 嗯 就不同的角度R跟H'會改變 那前面部分還跟前面一樣 這兩個的差別就是我多成R跟H' 它是動態的調整 但是我又讓它位置再調整 因為這只是調整它的形狀 對 這邊調整位置就是剛剛說的 這個就是一個 坐標變換矩陣 嗯 所以其實 我們這邊在理解上 其實你就要把它想成這個就是 其實所謂的一個 坐標就是什麼 所謂的一個向量呢 其實就是 X乘上X方向 Y坐標乘上Y方向 D坐標乘上D方向 這樣子就會得到這個新的XYZ 所以這個就是 所以這個方程式 剛才那個方程式做到的效果就是 可以控制它這樣子攤平 對 那如果我今天呢 我在攤平之後呢 我還希望它怎樣 它能夠倒下去 倒下去 它等於是就是 坐標又再換一次 好 那倒下去這個角呢 我把它叫做Fy Fy就是等於是它 看它這個傾斜幾度的角 我們把它先把它拉回來 就Fy就等於 這圓柱這樣傾斜幾度的角 那Fy最大其實是什麼呢 Fy最大其實是 Pi減掉Attention H 對 Fy的最大角 對 這是傾斜角 所以我今天想要去算這個 可以動態改變的 這東西 就把剛剛的坐標 再乘上一個 坐標變換矩陣 所以這上頁是剛才的坐標 這是已經可以攤開的圓錐 再乘在坐標矩陣 就變成是 可以傾斜又可以攤開的圓錐 對 所以這樣就完成了